巴黎这间癌症医学中心是全欧洲规模最大的癌症专门医院 这家医院里有个非常特殊的地方 那就是替癌症病人服务的除了医生和护理人员外 还有专业的美容师们 他们推着装满化妆品和各种按摩面霜的推车 巡回在各个病房间 提供癌症病人脸部和指甲的保养 以及彩妆的服务 这个看起来跟医疗一点也搭不上关系的动作 对许多癌症病人来说 确实让他们忘记病痛的最好方法 这家医院在15年前开始替癌症病人提供美容服务 除了有美容师巡回各个病房外 还有一间由病房改装成的美容间 虽然不能跟外头的美容沙龙的装潢相比 但是隐秘性高 所以很受病人的欢迎 只要是在这家医院里接受治疗的期间 每个病人都能免费预约美容服务 而所有的费用 甚至连器材和美容师的薪水 都是由外头的美容业者善心赞助 在这样一个大都会里 美容业可以说是相当的盛行 光是巴黎就有一千多家的美容沙龙 但是癌症医院的美容师跟一般美容师最大的不同 就是每天上工前必须和医护人员仔细地沟通 每位病患的情况才能够替病人服务 406号房的患者每三个礼拜就得回医院做五天的化学治疗 她的抗癌生活已经长达七年 因为化疗头发掉光的关系 平常都得围上头巾或者是戴上假发 才能够出门见人 帮助病人重新找回自信 连专业的医生都认为 美容沙龙的服务能有效地提振病人的心情 癌症的治疗是辛苦的长期 抗战 病魔侵蚀身体的痛苦 不是一般健康人所能想象 许多病患更因为化疗的副作用 有掉法以及皮肤病变的情况 对病人来说这样的精神上的折磨 有时更胜于身体上的痛楚 就是有这么坚强的症状 就是有这么坚强的病人 即使生病了 也努力地维持自己的外表 这不是虚荣而是一种对自我不放弃的表现 你不放弃的第一天 这明天 我会有红队 我会有红队 我没有红队 跟 Professor Poulin 有红队 你会有红队 对 这明天 我还没成终 我会做到之前 再度找回亮丽的外表 重新燃起对生命的希望 在这间医院的癌症病房里 我们看到最坚强 勇敢和美丽的女人 以及翘首打造她们的善良天使 心灵的美容师